各位好 歡迎大家參加第八屆CDPA辯論緊標賽 我是本場比賽主席賴茲萱 本屆賽事由CDPA中華辯論推廣協經會主辦 以及多位辯論人贊助 首先介紹本次比賽賽制 本次比賽賽制 採清士奧瑞剛554整分制 也就是身論質詢5分整 結辯4分整 沒有額外30秒等緩衝時間 計時員由辯識發言起開始計時 因發言之辯識經主席暢明後 若於30秒未進行發言 計時員將強制開始計時 主席臺將在時間屆滿前1分鐘按0.1響請示範 將在時間屆滿前30秒按0.2響請示範 將在時間屆滿後按0.3響請示範 見時請台上辯識停止發言 本次比賽中禁止使用筆記型電腦、銀板、手機等電子設備 本次比賽一路由反方開始截變 不另外抽籤 接著介紹本次比賽辯題 本次辯題為台灣普通刑法應廢除死刑 台灣普通刑法應廢除死刑 附加定義 普通刑法系指陸海空軍刑法以外之刑法 包含但不限於中華民國刑法 刀械槍炮管制條例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等 再來為各位介紹本次比賽的裁判 在本席左手方的是洪玉軒女士 洪玉軒女士是第四屆CDPA辯論錦標賽冠軍紀最佳辯士 在本席正前方的是張哲耀先生 各位好 張哲耀先生是CDPA中華辯論推廣協進會監事 在本席右前方的是曾厚恩先生 各位好 曾厚恩先生是博商管理諮詢公司 廣告 廣告投放部 宣 宋先生 接下來介紹正反雙方辯士 正方由虎人大學擔任 正方一辯中心嚴 各位好 正方二辯王玉婷 各位好 正方三辯中建源 各位好 結辯由正方三辯擔任 反方由台灣海外大學擔任 反方一辯中家昌 各位好 反方二辯蘇死恩 各位好 反方三辯黃靖命 各位好 結辯由反方三辯擔任 最后提醒大家 為了維護比賽秩序 比賽中請勿鼓掌喧滑 並將手機關筋或調成靜音 本比賽將於靈響一分鐘後正式開始 謝謝大家 愛情 愛情 少於一代 十分離 二日 四 mês 、三月 大約 請正方一面上台爭論 各位好,此行作為一個剝奪生命的刑罰 最大的特點是具有不可為毒性 當此行被執行時,如果我們認為犯決的結果與事實不符 也就是有冤案的可能時,我們沒有辦法對受刑人有任何的彌補 而從台灣過去執行的歷史上,諸多案例都說明了 這是一個嚴重的後果,是確實存在 1997年台灣著名的江國慶殺人案 在該案中,關鍵證據是帶有其提議的衛生者 以及現場蒐集到體毛與長人的證據 並服於江國慶本人自白 看似罪程相當的充分,其也於當年被執行死刑 但在2011年時,新的DNA檢測結果發現 不能確認該提議的DNA確實屬於江國慶 而再次比對長人也與江國慶本人不符 而經過37小時提勞詢問所取得的自白 更有可能是刑求所出來的結果 類似的因為證詞、證物、供詞 證人有疑慮的死刑案眾多 其中蘇建合案、許自強案 在關押了超過20年 在民間團體不屈不倒的努力下 逃過一死獲得無罪判決 換而言之,某國的司法制度 存在著判決正確性的問題 如果不是當事人有強大的求生意志 以及民間團體的營救 更多的悲劇早已組成 以上這些誤判來自於科技技術訊息 這些生物證據或唯物證據的比對 隨著科技的發展 事後比對都有可能導致結果的誤差 像是2009年的成龍奇案 在短短4年後 就因為更新的DNA比對技術 讓他從有罪變成無罪 而美國2012年啟動的 國會調查報告中的主書 光是毛髮的瑕疵 在聯邦調查局鎖定的2萬1千個案件中 促入力氣高達90% 美國人權普自從1992年起啟動的五波計畫中 至2015年4月止 成功透過DNA鑑定的鑑定技術 1329件冤案受害人獲的體犯 而當我們沒有辦法確保判決的正確性 行就是殺人 而我們甚至還沒有討論 檢方在蒐證的過程中 還存在著很多人為舒適與瑕疵 就是現場破壞 生物污染 誘導詢問 請求逼供等等 為了避免死刑造成無辜生命的事 這是我幫主張背贖死刑的第一個原因 而第二個原因是 死刑的判決沒有標準 我們可以理解刑度的判斷是法官的權利 但對於人生子 我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判斷標準 從最高法院102年台上第170號刑事判決 要能夠被處於死刑 除了罪行重大外 當然還要符合無教化可得性的標準 但所謂教化之的是 犯人在福建期間所接受的各項教育措施 法官要如何能在判決的當下 預先預測 該犯人受教育的結果 這人最專業的心理師 以及精神建立專家 都沒有辦法直截了當地給出一個人 是否有教化空間的答案 精神醫學家無見常在 論文中給出的詐欺原因 原因就在於 心理學家與精神醫學家的專業訓練中 可認一個共同的前提 就是人會因為客觀環境的變化而會不會改變 無論是生理或心理意義是如此 那所有人都是可以被教化的 那判決死刑的理論基礎將不復存在 最後我們想談當代形式政策的轉變 早年死刑的處刑是以公開軌原則 為了是藉由暴力的直接行使 鞏覆國家政策的權威 一方面是藉由犯罪的層次 平息公眾的憤怒 但更重要的是強調王法的存在 嚇阻其他人對社會技術的挑戰 進入現代 在現今國家公開處刑幾乎已經消失 在台灣也是如此 可以得知死刑作為國家暴力的展示 和滿足群眾的暴復性 以及重要性已經降低 而西方從1970年代更進一步轉變成 所謂的修復式死法 是對加害人被害人的其家屬 方法社區成員或代表者 提供各式各樣的對話和解決問題之機會 使加害人認知其犯見行為所帶來的影響 而反省其自身著因賦施行責 並藉此契機修復被害人的 方便的情感創傷和填補其 實質所遭受傷害 而此行剝奪了兩兆雙方 說兩兆雙方展開上述嘗試的機會 御師陳醫生所述被害人想要的真相 與法律上的真相有的是兩件事 受害者家屬想了解的是 對方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家人遇害當下有沒有受苦 家人最後一句話是什麼 但從法律的判決的構成要件上 這些問題無法後面的解答 這些困惠的都會加深 家屬的自我譴責與懷疑 是否自己當時能夠透過某些作為 避免的犯罪發生 另一個例子是2014年正題 在捷運神胡殺別殺的事件 重視在判決書說 我們可以爬出犯罪的人成長 環境不可能的犯罪攻擊 但對於被害者家屬而言 無法理解究竟怎麼樣的痛苦 導致正傑的犯案 在判決書上的階段 片面的文字敘述與 叫害人的家屬而言 恐怕只是荒謬的一種存在 而正傑在執行死刑後 被害者家屬再沒有機會 和這個精神科醫生口作單程的孩子 展開理解和原諒的對話 我們認為形式安全財 不應是滿足工作的報復慮望 真正的受害者及其家屬 才是在這些悲劇中 真正應該被關懷的對象 如果死刑的執行無法讓受害者家屬得到真正的寬慰 那死刑應該要廢除 如果死刑沒有辦法讓加害者理解到自己的罪行 那死刑應該廢除 如果死刑沒有辦法讓我們對於罪行有更深的理解 沒有辦法阻止下次悲劇 那死刑應該廢除 讓無期突起取在死刑 時間帶來的對話空間 才能真正的修復這個社會 謝謝各位 好 這要變也好 首先確認你方大概會有幾個點 第一個跟我說原案是五罰名 然後舉了蔣國慶然後蘇建和徐志強的案子 然後第二個跟我說 然後這些案子跟我說是因為生物比對技術的問題 科技的有限性 科技的有限性 反正就是這個生物的資料證據 然後接下來跟我說法官的判斷有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教化的才可以被判到死刑 但是會因為科科環境還跟他的想法 然後第三個跟我說的是 以前死刑是有公開處刑的 第二個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要想說的是 就是現在的判刑是102年台上第170號刑事判決 告訴我們說就是犯人在附近期間 就是犯人要符合無教化可能性的標準 才可以去判以他死刑 OK 無教化才能判死 然後現在是沒有辦法去判斷這件事情 好 OK 再來第三個這個公開處刑 然後是以前的公開處刑是可以滿主事的 然後現在就是因為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民法也不再有公開處刑的效果 然後制度修復世之法這樣子 好 OK 好來 首先確認一個問題 您方的這個修復世之法的確切犯取內容 是問了罪犯幾個問題之後 然後勒 關著他嗎 不是 就是他現在的修復世之法 是他會有分成一個訓練 第一個是讓被害者家屬和被害者他們 就是可能坐在一起訓練 就是在當下發生什麼事 在第二個階段的時候 他會加入一些心理失落射風室之類的 讓他們一起去 好 這些流程都跑完了 然後勒 這些流程都跑完了 你說在我方的制度下 對對對 凝放的制度下 這些流程都跑完之後 這些死刑法還有用法 什麼叫什麼 就是凝放會怎麼處置他們 我們怎麼會處置這些罪犯 我們就是當他就是 就是只有被處死刑 所以就剩無期徒刑的假釋這樣 所以制度 好 不好意思 所以制度叫做 修復世之法問完之後 變成無期徒刑可假釋 同時病情 同時病情 好 OK 所以說其實 好 那既然說 你都問完他問題 然後也達到您方想要的 修復世之法的利益之後 那為什麼還需要留著他的性命 你說為什麼要留著他嗎 剛剛所說的就是 他有很多的階段 剛剛有說 他有第三個階段 是讓整個社會 或是整個 從他的社區環境等等的往外擴充 讓大眾可以理解 更是 真的認識這一個人 真的認識這一個人 然後時間越長 他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越讀 他越會完整 時間越長 大眾越能夠認識他 怎麼說呢 就是在修復世之法裡面 他其實沒有所謂的真正的 有資料嗎 有資料嗎 就是國外真的做修復世之法案例之後 然後真的讓他們的社會變得更好 或者是說犯罪率下降 或者社會問題真的減少之類的東西 有資料嗎 好 請林芳之後來跟我講 然後接下來講到說 無情無情可假的事 然後那為什麼會做一個這樣子的制度呢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既然林芳都想要解決掉的社會問題都解決完了嘛 然後就是林芳的修復世之之法 藉由讓他們就是被害者跟加害者關在一起 然後聊個天 然後知道我社會問題在哪裡之後 然後所以說這個死期犯就已經沒有任何的效果 你還沒有聽懂剛剛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修復世之法沒有真正一個完整的結合 沒有一個完整的結合 他是一個時間會 還有一個程序 我們能讓他時間越久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得越完整 好 那根據這個可假事這一個部分 我方向你提出一份資料是說 不好意思先確認一下 其他制度都沒有聊天中的啦 好 所以說無期徒刑 其實他無期徒刑可假事的犯人 是可以被看到外面間的 也就是說他可以在外面服刑 就是說他如果表現得好 他可以出去外面服刑 然後這樣子的話他可以做得比較好 那我方向的資料指出 20個小時之前4月21號禮拜五 下午5點50分 台南明德外溢間犯人張天昊逃脫 然後另外一份資料也向您舉證出 智恰還有明德的外溢間犯人 在兩年之內連續發生12起的 受刑人逃脫事件 所以這個是在靈芳事業下來發生的事情 在靈芳事業下怎麼發生 好 對 但靈芳事業下是否將更多的死刑犯 納入了這些無期徒刑可假設的群體裡面 因此增加了他們逃脫的母體數 進而增加他們逃脫的人數 進而增加他們逃脫的人數 那只是進而增加 好 OK 請您看一下 所以說我們有一個共識叫做 寧芳其實增加了可能會逃脫的人數 如果你要這樣講的話 好 OK 寧芳有這個弊害 我方在此跟你達成這個想法 接下來我方後面也會向您舉出一個 黃先生的案件 他要跟你說 假釋出來之後 他又再犯了他的案件 然後他又殺了三個人 那裁判各位朋友好 此行是嚴厲的在刑法中考慮的最高位階的刑罰 且能應對當今最高的罪行 對於那些罪行極其嚴重者執行必要 他們的行為對社會造成極大的威脅和危害 對於這些罪犯通過死刑來懲罰他們 祈禱殺青刑猴的效果 並防止之後的重刑犯不會再加重他們的行為 此外,死刑也是對受害者家屬和社會的一種正義回應 可以緩解他們的痛苦及悲憤情緒 也向社會傳遞一個重要的訊號 不法之徒必將受到嚴厲的懲罰 我方認為現行國國普遍刑罰不應對除死刑 以下分點論述 一、死刑的威嚇力 死刑作為最嚴厲的刑罰之一 具有極大的威嚇力 當犯罪分子知道自己的行為可能會被判處死刑師 他們會更謹慎地考慮他的行為後果 從而減少犯罪的反徵 這種威嚇力對於保障社會的安全和穩定非常重要 根據法務部的調查中 發現有80%的民眾贊成的死刑 如此高的民調都認為死刑是必須存在的 也代表著死刑的存在能夠帶來安全改革 85%的民眾同意死刑可以嚇阻嚴重犯罪 或許死刑這項刑法沒辦法威嚇到真正的激刑犯 但從民調的資料來看 死刑確實有對普通民眾起效果 且普通民眾也不會成為犯罪者的一份子 更不會有嚴重犯罪的行為 對人和社會都可以起到安定的效果 生命是行使一切權力的根本 刑法分為財產刑、自由刑跟生命刑 而生命刑是一切權力之基礎 由此可知死刑是最嚴厲的 在刑法中扮演最高位階的刑法 也是現行中唯一能剝奪生命刑的刑法 而生命刑的特殊在於 它能將其永遠與社會隔絕 且永遠無覆社會之可能 而這是其他種類刑法無法做到的 且當少了死刑後也代表著 少了刑法中的最高罰則 原本位於第二高的無期徒刑可假釋 將向上替補死刑的位置 而這將造成嚴重的後果 我方舉一論述 當一名囚犯知道強盜與強盜殺人 會被判同樣的刑責時 他會選擇較嚴重的方式犯案 在犯罪成本相同的情況下 可以獲得更大的犯罪利益 則會導致社會上面的嚴重的犯罪增加 我們透過死刑的層次來說 犯人在預謀犯罪中 透過了解哪些行為會被制裁 也會了解他當他達到了 原本目的時會用的方式 如此一來他就不會加重犯罪行為 而這也恰恰論證了死刑有助於 防止一般犯罪流向重刑犯 基於刑罰輕易使用原則 現行會被判死刑 本來就是考量了其 無再交化的可能 或認為其復歸社會後 再犯率極高 許福生大法官員表示 刑罰只存在合理及最小限度下方的為止 蓋非一切不法行為均與刑罰加以制裁 由此可此行是不會任意的被定限的 據長榮馬大禮學生命案 受害者且受害者家屬提出了一命的訴求 且何怡婷認為良性男子 雖變成沒有故意殺人 但他犯下馬國女大案的面前之前 就已經意圖遷犯另外一個女子 失敗後還精進犯罪手法 顯見是預謀性犯案 犯罪後之後也沒有見習有回憶 經第二次精神鑑定在犯律署高危險性 並無教化之可能維持死刑 又依精神鑑定結果良性性犯罪的再犯率是高危險等級 即使處無期徒刑 在假釋回歸社會後 再犯罪的犯罪率能超過五成 所以我們就將他處以死刑 中果四六星的翁仁賢也被判定 致死均無鬼物之心 犯後延遲能充滿報復之意 留書中還提到 經鑑定其為難以再教化或無回歸社會之可能性 經斟酌再三 任上述人之行為 已達到人神共憤為天理 無法難容 將其處以死刑 並無其他選擇 再以黃賢政案為例 黃賢政懷疑妻死外遇 親手掐死妻子後自首 誤判了十四年 關了七年後 誒判刑了十四年 關了七年後 假釋出獄 然後再次犯下連續殺人案 然後先與育友 就是有財務糾紛 然後將其 將那位育友推入水盾中 然後再暗上看育友在水中掙扎死亡 然後六天後 他又懷疑自己的女友是同性戀 然後將女情敵 用膠帶綑綁成木乃伊的樣子 然後在旁 就是觀看情敵自喜而死 黃賢政在六天內連續殺了兩人 然後都在旁邊看到他掙扎 然後直到死亡 然後甚至在庭上 還帶人不然說要再殺三個人 手段如此殘暴 然後居然還要再將他 卻要再將他假釋出來 不僅造成了當時的社會亂象 更帶走兩條無辜的生命 再如此多的案例下 依然盼下死刑 其目的在於賀死犯罪 不要再往更殘人血腥的犯罪行為慢性 不要從強盜變成強盜殺人 不要從綁票變成綁票死掉等案件 所以我幫 謝謝大家 接下來請正方三邊上台直選 好 東哥你好 確認一下尼方的論點 尼方就是主張死刑 他的存在具有一定程度的威嚇力 第二個部分是尼方認為 這個死刑 他可能某種程度上 帶有一個應報的效果 在賣族人民的感情對吧 對 OK 那另外還有一部分 你們好像想要談 就是有關於在犯的部分 有些人尼方覺得 他就有高度在犯的風險 死刑能夠像他得決於社會這樣沒錯吧 對 OK 就分在這三個部分 應該說死刑在犯的風險是 我們認為就是其有可能會發生的 但他不是你的主要論點 就是我剛剛的意思 就是我們一個一個討論 總之就是這三個區塊 我們一個一個 滿滿的討論 OK 那首先威嚇的部分 尼方給大家的這個 認為死刑有威嚇力的說法是說 因為死刑是最嚴重的刑法 所以他應該有威嚇對吧 對 OK 可是他是透過民調 我們是透過民調的 OK 你有這個 他是最嚴重的刑法的推論 然後尼方也試圖想要用民調 來佐證尼方這個死刑有威嚇力的說法 我們沒有錯吧 文學令你的資料是這些 對 OK 那尼方有沒有意圖想要提出 任何的這個 有關於這個 這個經濟分析 或是犯罪研究的資料 告訴我們死刑 他是具有威嚇力的有嗎 經濟分析嗎 沒有 就是 統計研究啦 OK 那我幫現在提出一份 風假大學的這個論文資料 這份資料裡面說 這個 許春金教授在1995年的研究 他研究被死刑之刑 他考量了死刑被執行的人數 刑案破獲率 失業率 離婚率等等之類的背因後 得出的是 結論是死刑並沒有確實有效的 受阻犯罪的作用沒有 我們唸錯吧 對 所以 我可以同意 等一下 因為 我先確定我們唸錯 對 不要唸錯 那接下來有一份資料是 林淑貞和楊俊生在2002年做的資料 他的結論也是發現 只有破獲率 對於這個犯罪有顯著的嚇阻效果 我這部分也沒有唸錯 破獲率 對 他們發現只有破獲率 具有顯著的嚇阻效果 對 OK 所以我們可以從統計研究發現死刑 他其實在概念上來講 並沒有具有任何的嚇阻效果 OK 那我們剛剛說這個 因為死刑是最重要的刑刑罰 所以呢 他有嚇阻犯罪的這個功用 然後同時也避免人家 選擇更嚴重的犯罪對吧 對 OK 那我先問一下 你不知道有沒有任何的資料 告訴我們 有哪一些人會因為這個廢除死刑之後 他會選擇犯更嚴重的犯罪 有嗎 呃 廢 我方沒有這個資料 但是我們 這東西是我們 我們方透過 刑 呃 在2006年廢止唯一死刑之後 就是魯仁勒俗在廢止成唯一死刑之後 全部刑案的犯罪率 暴律犯罪率 呃 犯罪的犯罪率 並沒有因此而提升反而下降的趨勢 是不是也就代表 像您剛剛所說的 這種 呃 越重刑化的趨勢 他反而並沒有真正的遏止犯罪 喔 不是 如果廢除了這個重刑 重刑的這個結果 反而沒有導致犯罪率上升 我這份資料的解讀沒有錯吧 唯一死刑應該是比法官有良心空間 的這個相對死刑 還要嚴重的刑罪對不對 好 那我要提一下我的論述 因為 呃 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現在我們的死刑 呃 我們現在死刑 震懾的是 那群正在會做殺人 打到死刑犯的效果 我們要震懾的是那群人 對 剛剛唯一死刑也想要震懾的是這一群人 沒有 但是我先確定的是 在我放的這份資料裡面呈現的是 越重的刑罰 它並沒有一定能夠帶來 遏止犯罪的效果 而寧方也沒有任何的舉證告訴我們 如果這個 這個犯罪的這個刑度減輕的話 會誘死人們犯更重的罪 沒有錯啊 嗯 對 對 OK 那這個 威二的這個部分 我就先討論到這裡就好 我們期待寧方後續 能夠積極的舉證 來支撐寧方的命令 那接下來就應報的部分 寧方是說這個 有這個大馬殺人的案件啊 或是這個翁仁賢案 人神共憤 OK 寧方覺得 這些人 天理不容 罪不容 反正就是他很嚴重就對了 那請問一下 如果沒有判他死刑的話 對於整個台灣社會裡面有什麼具體的影響嗎 哦對啊 嗯 我們剛剛有提到嘛 就是受害者家族 畢竟還是提出了 就是相對應的應報理論 就是他 他就覺得需要 所以你剛剛覺得殺掉這些人 可以這個 撫平被害者的情緒僅止而已 就是撫平被害者的情緒僅止而已 我想要確定 你剛剛自副分析想要講的是這個 應報就只是為了要滿足 這個受害者家族的情緒對吧 嗯 甚至是他做了這個行為 已經 就是已經經過了 我們的刑法輕易原則 已經 就是已經 我先確定 我先確定這件事情就好 嗯 那我方想要先確定一下 那假設今天有一個人他犯了 他有這個精神的疾病 然後他犯罪 現在是依法不能夠判處死刑的 OK 謝謝 好 對 他犯罪 第十一月三十秒 即時開始 各位好 首先今天只能一下戰場 剛剛對方編有提出的 不論是維合力引爆 還有他們認為說 如果放出來的話 他們有很多再辦可能性 那我們就一個一來探討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當然證明維合力的方式是以兩個 第一個是以民調告訴大家說 其實大家都很喜歡死刑 因為大家認為死刑有助於維合犯罪的產生 第二個是告訴我們說 因為犯罪如果變成無期徒刑的話 因為犯罪成本降低 所以人們會更傾向去犯罪 那先從第一個民調來看好了 民調就大家88%的人認為說 不應該被死刑因為有維合力 但民調跟維合力的存在 有一定的相關性嗎 因為我們有另外一份民調是告訴我們說 他在統計說如果把死刑變成無期徒刑 可假是或不可假是某種程度上 有到辦數的民調是可以接受這樣子的結論 所以對方沒有必須告訴我們說 死刑在民調死刑有一個絕對的違和力 然後體現在民調上面 然後這個民調是非常重要 如果沒有跟這個民調相符合 然後廢除死刑那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然後第二個是對方沒有告訴我們說 犯罪成本降低會導致犯罪的事實變得多 那我上一輪的諮詢答辯當中就有提出一份資料 他在講說變成唯一死刑其實並沒有犯罪率並沒有變高 那再來換另外一份資料是美國 美國其實他各個州都有不同有廢死沒有廢死的這些州 那進行這些州的比對發現 其實不管有無廢死 他在就是假裝今天1980年廢死啊 那1980年之後有沒有廢死的州 他們其實犯罪率並沒有明顯的變化 甚至沒有廢死的州犯罪率也沒有高過於有廢... 有廢死的州犯罪率也沒有高過於沒有廢死的州 所以對方沒有必須告訴我們說 他的成本下降導致犯罪率上升只是他方單方面的推論而已 還是他方有實證的資料告訴我們說 真的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再來是對於為了對方沒有告訴我們說 他們想要滿足應報的理念 不過只是因為他們想要滿足那些受害者的家族 他們認為說就是要看到他死掉 但我方這裡有資料是在告訴我們說 其實那些受害者的家族 他們不一定是想看到那些犯罪者的死掉 他們其實更想要知道的是那個人為什麼要這麼做 像我們有一個小... 我方這裡舉一份資料是小燈泡他的爸媽 小燈泡他就已經被割喉案 結果那個時候他爸媽在面對群眾 在面對判案的時候 他並沒有像大家一樣都覺得應該要直接判他死 他反而去提出修復式真意告訴大家說 比起直接讓他死 我更想要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對我的女兒 那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OK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也可以更證明說 其實家屬不一定要的只是那個一強處女 甚至有些時候他的原因是更重要的 我們這裡有一個就是輔導很多受害者家屬心理師 還有律師跟我們說其實家屬他在那個理解案件的時候 他比起想要知道他最後判的是什麼東西 他更想要知道說那他當下有這麼做 為什麼要這麼做有說出來嗎 結果在一個刑法他直接構成腰間套路裡面 並沒有告訴大家說為什麼還要這麼做 所以在有死刑的情況他終究只是一個無解的答案而已 OK 那最後在對方便有再犯的部分 對方便有其實自使對方便有他說放出來會再再犯 但是假釋假釋叫做你在獄中有一個良好的行為才會被假釋 所以這個假釋並不是 對方便也會有假釋 而且這個假釋出來會再犯案的原因 那個假釋的門檻只是你有沒有夠會演而已 跟我們的死刑犯有沒有窮殺 而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OK 那看回來為什麼我方認為說應該不應該廢除刑法 就是不應該廢除死刑就是因為在那個證據 因為死刑對於人們來說是一個剝奪生命的行為 那我們在102年的那個判例也告訴我們說 其實應該要量化所有 應該要量刑所有可能可以對犯罪者有利或是不利的事實 經過一個通盤的考證 然後沒有瑕疵之後才可以看一下死刑這個規定 但現況下在無教化可能性的部分 其實就已經有知道 那其實沒有一個統稱什麼叫做有無教化可能性 那就算現在有一個教化可能性的標準再好 現況下的法官也不會以這個教化可能性 以政潔的例子來說 就算那個判精神經濟報告也就告訴大家說 其實政潔某種程度他有精神疾病 但那個法官他就告訴我說 喔所以呢 那至少我認為他犯罪之後他就可以判他的死刑 所以有些時候這個教化可能性 並不會成為法官量刑的標準 甚至法官在判案的時候他其實有很大的權力 你可以自己去決定說就算這個證據有錯 我也不在乎反正我這張判案死刑 我們先要是停止發言 請反正翻證向台詞訊 那方面我先要先確定 寧方的寧方的剛才說過 我復興復興可兩回之後 他還要指責修布施司法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 寧方對於修布施司法這件事情上面的 你們認為這件事情能在台灣只達到百分之百的實性嗎 就是只達到 應該說我們會建議每一個被害者和假害者都去做這件事情 那請問假害者如果不想要執行修布施司法 不想配合 那請問寧方就要執行復興可假是嗎 對啊 好 所以寧方的重點不只是有機會成功 但是不一定可以成功 不是 應該說我們給予他機會讓他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寧方是完全沒有 寧方沒有給他機會 甚至我方認為說 就假裝他現在不想做 所以寧方要告訴我說 不知道這群人 既然我們有一群人裡面 不知道會不會執行修布施司法 我們就是有這個可能性 寧方也不管 那至少我們是提供他機會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讓大家有能夠 寧方提供的意思是沒有實際上到底可以執行通常 或者是實際上有可能多怎麼執行 寧方怎麼會有可能的 我們可以告訴你說他怎麼執行 然後我們也有案例說 在以別國 因為別國已經確實執行 那別國案例就是他們確實有執行的程度 那你能夠跟別國的實行效率在那邊多長 執行效率 寧方要怎麼跟我說實行效率的部分 我方可以現在跟你說 台灣現在一起某種程度 他有在做修布施司 他的成效是有75%的加害者認為的話 現況下有在做修布施司 那為什麼寧方還要做這個 真正義就不行了 不是啊 原因是因為 國方跟寧方的差別在於說 寧方判他的死刑之後 那一段結局是不確定的 所以他有可能今天被判死 可能就被強殺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執行修布施司 正義的機會 都只是在法官的一面之間而已 然後林方告訴我說修布施司 跟修布施司 是相同的事情 然後又告訴我說 可是這樣子死刑 林方無法實行修布施司 應該說是正義 蛤 死刑犯沒有辦法 不是 林方其實我問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死刑犯到底有沒有辦法 做修布施司 第二個是修布施司 林方現在跟我講是修布施司 和修布施司 是兩件相同的事情 兩件相同的事情 同時你又告訴我說 死刑犯可以執行修布施司 但只能執行修布施司司 但不能執行修布施司 我方沒有說死刑犯不能執行修布施司 只能做修布施司 林方在 林方前面都太弱 所以死刑犯有點點都不能做就對了 應該說 他們都可以 都只是做成效不一樣 不一樣的原因是在於說 林方的死刑犯 他有一定的時間 林方不可能永遠都不強決 他等著他慢慢去做 林方應該有時間寫的 真的今天這方 今天反方先做什麼事 我方應該做的 反方先做什麼事 不是這方達到的更多一成效 這種效果我少了 不確定 這效果就是有無限的情況 林方告訴我說 林方告訴我說 今天不想背勒 依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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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日 什麼 林方告訴我說 今天不想背勒 說不施司法依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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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日 我方前面是不是有給過一份資料 就叫做 《今》在二十小時之前 有一名萬一間無期凸行犯 可假式的 他被逃到頭出日的 所以勒 林方 那這不是林方事業下害我 林方事業下的 林方事業下的 林方是不是變成 無期凸行可假式犯 對啊 好 那請問您幫事業下的無期徒體可獎的分數會增加 增加? 無期徒體可獎的分數會增加? 然後他逃犯率就一定會增加 為什麼 我幫今天又不想跟你說 我幫今天跟你亂說一個 我幫今天跟你亂說一個這個 這個跟無期徒體假釋犯有沒有增加? 無關原因是你那個假釋是在於那個人 我幫你亂說一件事人數確定會增加 你幫這邊再提你們的資料 我幫這邊來自宜蘭監獄的資料 截至1062年2月 受刑人壘犯再犯律達8.98 所以 壘犯再犯律達 這就是您幫所謂的 就是所謂可獎的行 但這也不能告訴我們說 所以我們的那些逃出 假釋出來繼續犯案的人就會變多原因 所以假釋是在於說 那個人到底有沒有 能不能夠騙過那個 整合的人的研究 好 騙過 好 來我幫這邊有一個騙過的 你幫再跟我騙了 不是 雙方的會有騙過 但您幫 好 先這樣 您幫的可假釋就是這樣 他今天清手蝦子之後 不會判刑個14年 過了7年之後 他騙過了 所謂 您幫會騙過 他這樣 他可假釋處理 假釋處理之後 人就再犯 就是您幫世界下所謂的事 對啊 非常便宜 這時候您幫也要跟我們 證明說 其實是我們的死刑 那些無其不一可假釋原本的死刑 那他其實很有 大很大程度可能被假釋出來 您幫他告訴我說 他有很大程度可以假釋出來 我幫這邊比較證明 您要說 您幫只有震盪的話 人數變多 但是人數變多不代表 他會更容易被假釋出來 會假釋出來更多 那您幫現在是 雖然我們雙方世界下的 假釋程度是不是相同 假釋程度是相同的意思 能不能夠假釋出 判斷標準是否相同 所以今天雙方世界下的假釋標準 會因為它是雙方而提升嗎 不會 所以今天我們雙方世界下 請 好 忘了再吵各位 好來 首先盤點一下戰場 今天正方 他們一開始講一個修復式之法 那剛剛在上一輪 咨詢大便中也有聞到說 其實今天正方還沒有提出一個 有資料的比例 來跟我說 他們配合的範圍有多少 不配合的範圍有多少 因此今天正方的解決力是未知的 那如果說正方今天要證成 他們的解決力的話 首先他們應該是要先提出一份 提出一份修復式之法 就是確實是有效 同時也是我在守則的時候 就有苛者過的資料 修復式之法可以確實 彌補掉社會的問題 確實找到這些東西並且彌補 而且這個社會問題 還要經過國旗的這個判斷因素討論 或就是一些什麼 人民的觀念或者是人權的意思抬頭 因為相較於一些已經廢死的國家 那這個很明顯 我們對於死刑的看法 還有人民的性命是不同的 因此他方必須要 他方的資料還要經過這個國旗的考驗 好那接下來 在意變的時候 還有上映的質詢答辯 也要達成說他方會增加可假式的人數 那他方今天在苛責我方說 我方沒有證成說 這些可假式的犯人都會跑出來 不好意思 只要有一個犯人跑出來 都是我方的社會沒有辦法承擔的 來 剛剛我方在一遍 剛剛我方在守則的時候 也提了一份資料 就是二十個小時之前 也會為外一間的犯人逃出來 暫舉一份資料 台南殺警案發生的時候 外一間的犯人逃出來 那時候台南市民非常的惶恐 台南市長是在跟台南市民說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盡量待一家不要出門 現在外面很危險 當這個犯人逃到新竹的時候 台北市民已經在擔心了 這一種造成市民恐慌的效應 而這一種造成市民恐慌的效應 然後他方竟然跟我說 不會 我們因為這個修復事實法 帶來的好處 甚至不知道可以帶來多少好處 因此我們可以負擔這一層的壁孩 好 所以他方今天接下來的水益筆 要跟我論證說 他們不知道解決地多少的修復事實法 是大於他們能夠 是大於他們可以這個 大於他們必須要負擔的避害 也就是逃獄出來的犯人 帶給台灣的社會航空 接下來 剛剛對方也像我提到說 如果說 留著可假思的狀況 是為了讓 如果他表現好的話 那他又可以出來嗎 但問題是他方今天來辯表自己就寫說 可教化的判準 其實今天是不明確的 對 可教化的判準是不明確的 因為要說 無教化可能性才能死 那因為法官又看不到他後面的這些 生平立志 所以就不知道他可不可以教化 那相同的 監獄裡那些審查犯人的這個 我們姑且叫他一個審查小組 審查可假審的這個小組 也不知道這個犯人出來之後 他到底是會乖乖的 還就會像這些逃獄的犯人一樣 就逃走了 然後開始危害台灣的社會 所以說 其實他方今天留的這個可假審 就是很 根本就是在增壓他方的避害 然後他方也要跟我證承說 修布斯司法能夠讓他負擔這個避害 然後再接下來提一個東西是說 剛剛手指有提出來的生物體位 不好意思 好來 接下來處理一下我方這個 威和利爾的部分 封甲大學 稍等我請 我想要檢證一下對方的這一份 封甲大學的賀阻利爾資料 因為 據我方所知 稍等一下 好 其實封甲大學的資料這份論文 他在最後 大概是在第56頁的地方 有跟你提到說 根據他們所做的研究 其實 死刑是沒有賀阻利的 那幹什麼東西才有賀阻利 是暴力犯罪 暴力犯罪的這個增破率 才會跟死刑 暴力犯罪的增破率 才會跟犯罪的事實有賀阻利 因此他放這個封甲大學的資料 其實是正不成的 然後再來 其實我方這個80%的資料 我想要解釋一下 是說 我方的80%其實是威嚇那些人民們 也就是我們這些市民老百姓 而不是去威嚇那些犯罪者 因為他方的資料是說 死刑對於那些犯罪者是沒有威嚇利的 但我方80%的名義是說 我們威嚇這些平民老百姓的時候 是有用的 而且威嚇了80%都是有用的 所以民調是可以這樣子 民調可以這樣子 是這樣的 謝謝 妹妹選擇 請正方映電悄 下一集.'' 首先我先跟您解釋一下 就是在舊部制司法這邊的成效 是實在法律法務部節就是台灣的資料 本年就是109年7月底 然後10年有收入2251件 然後開案1969件 佔87.47件 然後有93%的加害人同益會定權力 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就被害者而言結案 並打成協議後認為女性就是 就是他想要旅行那個結果跟期望 其實是一致的 然後75%被害者認為感覺這個有些事 好 要您確認一件事情 這個資料是就是還沒有廢死的台灣對吧 還沒有廢死的台灣 對啊 所以說到達自己的資料 所以覺得你要覺得那什麼廢死的台灣 這個是不是修復司法的這個 就是成效可能會下降 就是你把要繼續證明的吧 那我繼續往下問 我想 我不想請 沒關係 我先請問下一個問題 我想先請問就是在犯律的資料 除了敵方的那個80% 我可以直接看一下嗎 喔 80%是民意 是說威嚇的 不是 不是 我是說就是你有提出一個資料說 有宜蘭那邊有80%的犯人跑出來吧 宜蘭嗎 好的 稍等一下 我想請問一下他時候呢 就是他的宅犯是哪一些宅犯犯罪的行為 他的宅犯是整間今日的同則 我意思是說他的行為類型長什麼樣子 比如說他存出來的是毒品啊 或者是說什麼東西啊 那跟就是就是 就是我林方想參加那個在犯 不管是哪些他能夠出來就在有時候 通過雙方的可教化的標準 那他通過的之後又出來再犯啦 我想問就是他再犯律裡面的 他詳細的所作所為道是做了什麼 才會被讓他們知道會投電進去 詳細的所作所為 對 他的再犯律裡面 他不用管他 所以你覺得如果出來搶劫啊 什麼再犯律全部都是你幫不認見的嗎 對啊 他就是出來再犯 這個資料所證明的事情叫做 先讓我看資料 這個事情所證明的事情叫做 可教化的這個可假設的這個制度 他判斷犯人的部分是不明確的 先讓我看資料 那份再犯律到底有什麼樣子 我想知道 不好意思 我幫你暫時提不出資料 好 那零方再次提不出資料 那我先確認在這個階段 零方都還沒有舉出事實上真的有 再犯律的資料 這時候你現在舉不出來 我想跟你解證你舉不出來嗎 那事實上剛剛他提的那個 那個再犯律80%的資料 他說現在還沒舉證書他裡面到底是做 他到底是統計什麼 或是只有宜蘭那個監獄嗎 或是整個台灣的監獄嗎 或是說他的後面到底是他再犯這些行為到底是什麼樣子 但他證承的東西叫做可假設的標準是不明確的 他沒有證承他的假設標準不明確吧 是你要去提出現在的假設標準不明確 論述部分我只要跟你講到這邊就好 那稍等我會提資料給您 好嗎 好 反正是下一個結論 你們沒有去提出 災辦律到底也長什麼樣子 到現在他們都還沒提出這份資料 沒有跟我們結識區到底長什麼樣子 好 那在修布式正義的成效這部分 我剛舉出這份資料嘛 所以在寧邦事業底下就是沒有 就是像鄭姐他被殺掉 如果有人想對他做 蘇布式死法是在寧邦事業底下沒有辦法做成 為什麼 他可以在那十幾天之內做好 他可以在十幾天之內就好 那不是說現在 如果現在那些被害者家屬他想做這件事 是不是沒有辦法做到 現在嗎 對 好 承認這個就好 但是我們所有的死刑犯都那麼快被槍決 好 沒關係 我先確認到這點 就是在死刑犯如果他被槍決之後 或者是說就是他的這個判決其實不明確的時候 在他其實在他方這個事業底下 是沒有辦法去做成這些修布式正義的 好 那繼續往下 我想跟你講一下那個鴻甲大學那個資料 你跟他說58頁對不對 56頁 那我其實這一頁我們想跟你說明的 其實只是那個叫什麼 不是56頁 不好意思 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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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刑不僅對故意殺人犯罪沒有嚇阻效果 對暴力犯罪更有殘忍效應 此須存現 因少了嚇阻效果而更令人質疑 請問我無錯嗎 沒有啊 好 OK 這是你方資料 請機會解釋 對啊 所以這份資料聽起來是死刑 對故意殺人犯沒有嚇阻效果對吧 對好 所以現在其實他幫來攻擊我們的資料 其實是正誠我方 正誠我方對他的攻擊 是他說死刑對嚇阻犯 對殺人犯其實是沒有嚇阻效果的 好 殺人犯 但我方的80%他不是在正殺人犯 是在正普通租 剛剛有在任務上 所以你方現在是對威克力的主打 就贏掉了 請問我請問我 請問我請問我 各位好 希望沒有就是採取一個 比較古典的這個對於刑法的理解 就是死刑他具有應報的效果 以及威克的效果 但是呢 對於學術書上的這個討論 我們還是要有實證的資料 加以支持 我們可以發現 從 無論是我們宏甲大學的資料 或是其他這個美國的論文 都站在顯示死刑 在統治資料上面 其實並沒有實際顯著的威克力 而對方說的 會降低 如果這個去重型化導致這個降低 那個犯人的犯罪成本 因而導致有更重的結果發生 一來是對方也沒有矩陣 二來是 在我國的實證研究資料也就顯示 無論是在這個唯一死刑 變成了相對死刑 這個去重型化的過程 或是懲滯倒匪條例的廢除 OK 都沒有辦法有這個 重大暴力犯罪成績的正向觀 反而在廢除之後 有這個下降的虛勢 所以基本上威克的這個單點 對方沒有其實 從一開始就沒有證明成功 那對方沒有 接下來討論的是這個 再犯的問題 首先對方沒有 唯一想要是否舉證的資料 就是那個80% 在一個監獄裡面出來的人有再犯 但是至死我剛都沒有看到 對方的資料到底距離來說什麼 那如果對方沒有說的 這個再犯的這些人群 他至死都犯的不是 比如說像是這個殺人的罪 他可能犯的是一般的偷竊的罪 對他在原本的時候也是被關在那邊 你最好還是要放他出來 這個是雙方世界 雙方世界底下沒有差異的 那更黃論 比如說像是一些特別的犯罪類型 比如說像是毒品犯 因為毒品它卻有成績的特性 以及它這個環境的影響 這個比較嚴重 比如說他的朋友 可能都是一些會吸毒的人 那他出獄的時候 自然也會受到這個環境的影響比較多 所以他會進幾步延伸的再犯 那這些犯罪的類型 可不可以和這種殺人的罪行 其實並沒有精準的舉證到 這些已經殺過的犯人 他會出來繼續再犯 那對方沒有說 那如果今天這個人 如果跑到外遺間的話 他會逃獄 那我們要先理解 這個外遺間的監獄的設計 他其實是為了教化處之犯人的設計 他是要在一般的監獄裡面 表現良好之後 他才會再放到外遺間裡面 讓他能夠適應一些比較相對 復歸社會的生活 那各位試想一下 在我國每年被判死刑的案件 到底有幾個 你能數出來的這個殺人事件 其實都一根手指都數不出來 更有網路一年被判死刑的人 所以我們這些雙方事件底下的這個 被關進去監獄的人數 其實相差無幾 那他又要透過這麼嚴格的這個評估標準 他在犯罪監獄裡面的品性良好 然後呢 又要能夠去到外遺間裡面 然後最後導致他可能會逃脫 那不覺得這個其實就根本就是 這個機率的問題嗎 所以我方承認 在數字上面 在我方的事業底下 可能會多了 比他方的事業底下 多了一些死刑犯 對不對 從這個死刑變成無期獨行 被關在這個監獄裡面 OK 但是如果相對要說的 這個資料裡面說的 如果他們在評估裡面 真的這麼這個人生共憤 真的這麼精神有異常 那他也不會被假釋 但是他也不會被這個 這個下放到外遺間啊 這個不是在這個概念論述上的矛盾嗎 所以我方其實也沒有辦法 肯認 對方便宜 這個再犯律的說法 是認為 我方在廢除死刑之後 會比較高的 那對方便宜最後主張的是說 在應報的部分 他們覺得他們能夠 撫平受害的家屬的情緒 而我方主張的是 今天這個修夫勢的司法 可能會對於整個社會 乃至於這個被害的家屬 也是一個更好的結果 那這又對應到我方剛剛所講的那個資料 就是今天這個家屬 在這個犯人被執行之後 他其實並沒有辦法 得到這個 概念上心理最終極的批託 因為我們舉白兵兵為例好了 他在陳慶慶被槍卷之後 他每一次殺人案件出現之後 他都還心心念念著他的女兒被殺 但是反觀我們今天這個修夫勢正義的案例 都是今天比如說這個 小針泡的媽媽也好 或是呢 今天我國一些比較成功的這個案例 在他能夠真正的理解這個被害人的發生動機 以及他可能發現這個被害人 他其實原來小時候也受過一些挫折 他長大會這個犯殺殺人的罪行是其來有志的時候 他的心理反而會某種程度上的知道 他今天天降的這個災禍 他是其來有志 這個人也是有其心可擬的地方 所以他的心理才能夠相對可能逐漸的放下 這是我方主張修夫勢司法 他能夠帶來我們這個社會 就帶來這個被害者家族情緒 或是這個整個被害者與加害者雙方關心 修復比較好的地方 而他一死刑 這個被盜而辭的地方就在死刑 那今天在判決之後 就立馬就將這個人執行了 比如說像政檢 他根本就沒有修復正義的這個余地 更煌論 今天如果對方朋友要俯平受害者的情緒 那你要殺對人 那如果像在我方所描述的這些暈案案例當中 無論是這個江國慶 比如說陳隆啟 或是可能的邱和順 或是徐世強案 對不對 如果這些人被誤殺了 這個被害者家族不斷沒有撫平情緒 但是反而國家是透過死刑這個機器來戰殺 我們無事隨著我方更不樂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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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跟你提一下我們剛剛的那個宜蘭監獄的問題 我們的宜蘭監獄的部分是宜蘭監獄截止到106年2月底 受刑人數累犯再加再犯率合計達到83.9% 對 對那我 就是我們想要 我應該沒有念錯 對 但是我方沒有辦法從這份資料得知 他今天再犯的這個犯罪的類型具可以在講長什麼樣子 比如說他是犯輕罪的竊刀案件 他可能原本的案底是竊刀 他出去再犯竊刀 這給雙方思想一定會沒有差別 那 唯一的差別就是譬如說在犯重大刑案的時候 他如果出去繼續犯重大刑案 這才是我們雙方思想之下的差異 你放了這份再犯率的資料並沒有 舉證的這麼詳細 來能夠區分我們雙方的差別 好 而且剛好毒品的類型 這個犯罪類型他本來就更容易再犯 但是毒品通常都不會被判死刑 因為 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我們的 一直會有誤判誤判的問題 然後我們現在我們更提幾份資料 就是在司法改革是 國會在106年8月到12日召開 然後在10月9月8日 然後發布成果報告 請問他成果是什麼 等我一下 就是 然後在不管在就是在108月30號 1010年通過的行政訴訟法部分修正條案 跟原來有什麼關係啊 沒有沒有 我們想要表達的是 我們想要表達的是叫做 現在司法改革一直在不停的改制 我們的司法行政在不停的進步 所以我 我承認國家有這樣的決心 但是他會改變少 不同意 所以你們方完全不同意 司法改革後 原來會減少 就是 司法甚至任何行政 像我方舉證的例子 就是DNA劍刺的技術的落後 它不是司法改革能夠改變 就是他科學的技術就是沒有辦法突破 對 那你們剛才 你們最剛才是不是有提很多很多 冤案對不對 就是甚至什麼 江國慶蘇建合 然後 那些冤案對不對 對對對 那 所以 透過這些司法改革 是不是有機會下降他們的 那些 嗯 冤案的再發生率 我就問你嘛 你司法改革能不能夠改 鑑定的技術嗎 甚至是 對啊 甚至是鑑定的技術 司法改革 那 他改正是整個司法 整個 裁正整個 呃 行政人員的部分啊 那為什麼你不能同意 就是司法改革 之後還可以 那 那比如說我方 我剛剛舉例了這個 這個江國慶安求而順 他行求一共難案件 請問一下 司法改革 具體來講 對於針對於這一些問題 他到底改了什麼 你不要告訴我 行政訴訟法有修正 那你可以提就是 在司法改革 就是 在很多司法改革 我方是有資料說 2019年甚至還有 台北中正分局的人 有以事行求的案件 有錄音流出來 有這個被告 有這個 這個 嫌疑人 他有這個 還好有被打的狀況 那你下一個 下一個便會就是在於 沒有 你至少你告訴我 現在司法改革 究竟改了什麼 對於 冤案的平反 或是降低冤案的產生 有任何助益的嗎 降低冤案 你舉一個就好 我可以提就是 現在就是 有任何的助益 對 因為我方承認司法 改革他有在進行 沒有錯 但是 您幫舉例的這些改革內容 我先不問成效 光改革的標題 就是行政訴訟法的修正 嗯 那這樣就很荒謬嘛 就是 你沒有針對我方所提出的 這個冤案問題 進行進一步的 解決方案的提出啊 因為 我方所了解的是 我們的 以前 甚至以前還有更多的冤案 然後我們 就是透過什麼 證物 然後證言不能當作唯一的 證據 證言不能當作唯一的證據 這些東西 我們來 慢慢的提升 慢慢的 減少冤案的發生率啊 我方當然知道 以前有做過這些改革 沒有錯 但是我方今天舉證的內容 當下我方最在意的 就是 今天DNA建置技術的部族 以及 剛剛 後面所做的這個 教化盒的盤段 那你 那些 那些東西都進步之後 可以減少 再犯 冤案的發生嗎 沒有 我方認為 被執行的執行裡面 它有百分之百沒有錯誤 我方才能夠接受 所以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沒有錯誤 之後就可以接受 但是現在 DNA建置技術其實是 疲漏百出 OK 比如說就能接受 就是 我方才能夠接受 在這個事實的認定上面 可能 是沒有瑕疵的 良心上面 那我再給你的另外一件案件 就是黃賢證案的部分 就是 他親手掐死妻子後 自首 判了14年 然後他關了7年後 假釋出獄 然後出獄了三年 沒有 他沒有被判死刑 有可能是因為他有精神的機率 在你方箭底下 也沒有判完死 好 先請補充前方資料好了 先請補充前方資料 先讓我們在討論 關於司法改革這個問題上面 我方的資料提出的是什麼 改革法官平見制度 嚴理法官法修正查案 加強法官平見委員會 顯然我們在做事情什麼 我們在 就改 我們在努力的使 所以司法程序變得更好 不盡點 盡量減少不然的產生 那我們再反回 回到剛才所謂 最後的那一段工法 就是 正方想認為 所謂的DNA技術 有在於我們 有在於自己 他有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裡有問題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看他自己 然後正方還認為 今天我們要百分之百準確 我們才可以判他性 那試問一下 明顯的 現況下的所有的刑法 只要適合到DNA技術 在正方的所謂的 第一份資料的研究下 都應該是不準確的 那請問今天的正方 到底要怎麼判斷這個人有沒有罪 今天正方認為這個人 就是無法判斷有沒有罪 他還告訴我說好 他有罪 所以我們要幫他做 有其不其出現 可假釋 修復是司法 所以你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判斷 這件事情 來 第二點 往下 前方出現了一個論者 前方出現了 反方提出了 正方提出了一份資料 叫做 現況下的修復是司法 達了九十幾趴的成效 這是雙方事件下 現況下沒有變更 自動的成效 是自動的成效 然後反過來 苛求我方說 我方今天要必須要證明說 今天廢除死情 就是修復是司法 故意下降 是不是啊 今天正方的制度難道不是 認為廢除死情之後 可以獲得修復是司法 修復是司法 可以得到更好的進步嗎 那請問今天 正方究竟想要什麼 這想要修復是司法 現在就不是象徵 嚇到想要變得怎麼樣 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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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是這樣啊 好 今天 今天 我們回到這一開始 今天正方經理 並沒有想告訴我們 為了修復是司法 我們應該要把這群人死情犯 無情圖性 不可可解 可假使 我們不確定 不知道這群人 到底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機會 真的去參與到這個修復是司法 其實我們回到 我們前面一直提到一個人 黃賢政 黃賢政是什麼 他殺人 殺人 然後呢 判辱的日中 十四年 假使七年 七年假使出日 我們表現良好 在正方世界下 他可以 他可以好好的參與所謂修復是司法 他可以 無可 他也無情究竟可假使的出日了 然後接下來呢 再殺人 而正方世界是什麼 今天我方 雖然我方扯了好 這件事情 再下一步 我方就怕他死刑了 這件事情為什麼要犯他死刑 他在庭上宣稱他要再殺三個人 所以今天正方要告他出來再殺三個人 他都可以可假使出日了 所以表現正方世界下 他可假使出日應該已經解答吧 其實他都有這個機會 他能做可假使第一次 為什麼做可假使第二次 他可假使第二次 所以今天正方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今天想做一個 今天正方的世界是什麼 廢除了死刑 達成了一個 不知道可不可以達成什麼成效的修復是司法 這是第一 第二點 我們的 我們的所謂的雙雄要結殺人犯 今天房間正可以再次假使出日 再殺他所想殺那三個人 今天我們前面提過的任何的 紅人嫌 殺害大麻女大生良性男子 這些人 通通在正方世界下 我只要騙過警 騙過警 我只要騙過日警 騙過監獄 我就可以估計可假使出日 然後接下來繼續殺人 繼續發案 為什麼我們會判這群人死 審判就是要很明確的嫌 我們認為他不應該復活 我們不應該讓他影響社會 這也符合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我們為何 我們為何是守 我們重點是民眾的安定 民眾認為死刑可以有效規則的重刑犯 有效克服死刑犯 有效阻止重刑犯的產生 我們不希望再看到正結在路上 在監獄上拿得到亂看 我們不想看到黃先生正在情商大人單個人之後 衝到路上然後可以亂看人 我們想要一個安定的社會 我們認為這件事情可以告訴我們得到安定 我們認為這群人可以好好的都關在監獄人 我們認為這件事情可以導致 你們不要再那麼輕易的出來 然後向正方世界下流 可以不停的無情可假式出雲 反正不管怎樣正方世界下 我今天只要好好的跟加害者 我今天只要好好的跟加害者 我今天只要好好的跟加害者家屬聊聊 我們獲得救護士司法 那今天如果我OK了 我今天是一個好人 然後我就可以出雲 然後再犯案 這是正方世界 今天正方告訴我們世界 好 正方 雖然有兩種正 這是 就是 我方今天想談的是 我們今天死刑的存在 是 現在死刑的存在 我們是所謂的 就是我今天就要認識 我今天就是沒有要組織認識 正方不能提出修復是司法 我們方為什麼不能做 我們為什麼不能做 我們為什麼不能做好好的 所謂的跟加害者聊聊 好好的理解社會 是當然對 我方是司法 我方會被承認 最後的人啊 我方在前 最一開始就談論過了司法改革的問題 我們今天對於原來的態度是什麼 或許我方承認會有一個漏洞 每一條司法都有漏洞 我們今天就算是正方的 這方的無形出現不可假式 都會有漏洞 每一個司法 每一條法日都會有漏洞 這個不是一個完美的法日 但我們再努力讓它變更好 我們並不是把原來的放任不管 不是今天 所謂的建國系出現和出現之後 我們就讓人有這個漏洞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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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依舊會自行警察 我們依舊會自行檢驗 我們依舊會自行檢驗 我們今天會努力讓這件事情變得很好 好 一條謝各位 請正方二邊上台 utan ologic kabul ści尾豌 您好 我想跟你方缺案 當你剛剛 一上�就告訴我們所謂 司法改得了 是改成了法官評鑑制度 對吧 那改法官評鑑制度 跟我方所提出的那些證據上 會有那些證據瑕疵的問題有什麼關係 這樣講完 這個沒有 我們可以理解一下 對 我們現在可以理解一下 今天證據不明確的程度 好像不應該清理一下 不是證據不明確 就是他只能提出那種證據而已 那法官只能想看那種證據 證據不明確的那種證據 證據不明確的理由 這樣我們不應該相信這條證據 不是啊 對 但沒有林方什麼意思的原因 我想說的是 現在就只有這些證據 那林方都說那些不明確 那法官讓他看 可是這雙方身邊現在得到的證據是一樣的 那法官讓我報告 那林方同時有報告 那法官讓我報告 我們的差異正在這邊 那林方同時有報告 那林方同時有報告 那我說話 我想說我們雙方差異就是在這邊 我方知道我們當然只能 依照客觀的角度來相信那些證據 但是我們知道他有誤判可能的時候 我方就認為不應該判他的死 原因是林方直接誤判他的生命 那這不是一個確切的答案 所以林方的意思是 我直接在拿著菜刀看那個人 沒關係他也告訴我證據不明確的 沒關係 因為我不能告訴我們手上簽證 所以已經做過很多誤判的例子 那我跟林方確認了我們的差異在這邊 那些太多差異在這邊 那我再繼續往下問 那我沒有 林方告訴我們說 就是他再犯 然後會有80%的人都會有再犯的東西 林方可以借我看看資料嗎 那林方可以先口述一下 伊蘭監獄也是伊蘭0602 受刑人被犯加再犯人合體達30% 所以只有伊蘭監獄這一間監獄 他受刑人加累犯再犯達80% 沒有關係 因為我先訓一下只有伊蘭監獄 那我再確認一下他的犯罪後 雷犯他第一個犯了什麼罪 他雷犯後又犯了是什麼罪 他是偷竊嗎 伊蘭一直偷竊 我幫我無法給你這麼想像 但是線畫下什麼 算是這麼一份 沒關係 如果林方能夠提出片 有別的東西 我幫會堅信這份資料 好沒關係 我先勸到林方的資料 叫做伊蘭的監獄 他有80%的犯罪者 他會再犯 但是林方的資料 並沒有告訴我 他到底是犯了什麼罪 又再犯了什麼罪喔 寧方那個極度有可能是他偷了東西 之後被放出來又再去偷東西 寧方知道沒有強到說他殺人之後 之後出來還會再去殺嗎 先確認到寧方只要效力長這樣子 那寧方... 寧方也沒辦法就被你受了 沒關係,寧方只要長這樣子 OK,那我想要問寧方 寧方要怎麼評價在... 就是寧方怕... 寧方就是會覺得說 有些人還可以逃過假式的眼睛 寧方已經跑出來 然後不然就殺了一個人 不是,不是有 是真的有 我知道有人會這麼揍... 那我先去... 那沒關係,我剛剛就已經去了 寧方沒有相關 寧方只有單一個案,單一個案這樣講 那我想問一下 寧方要怎麼去評價說 今天在司法的審判上面有極大可能是 法官會去誤判禁而導致誤殺的情況 寧方要怎麼判斷 寧方要怎麼評價說這兩群人 寧方要怎麼價值評價他們 為什麼寧方才是覺得說 不讓他出來再判比較重要 是寧方根本願意 再判就是多少 這種假的資料 我先測你今天誤判他出來 他說他要再殺三個人 所以我不小心殺了一個人 沒有... 但這個司法程局上 沒有用來保護這個事情 對啊沒有,不好意思 什麼叫做誤判出來之後 說還要再殺三個人 是什麼意思 黃先生啊 黃先生在庭上宣稱說 他要再殺三個人啊 對啊,對我沒有 那這時候還為什麼會被假釋出來 他對於這樣講 為什麼他就被半死警告 但寧方是不是還要遇到 不是啊 為什麼 不是,他在庭上講這種話 我幫他就說 你假釋之後出去還會壞壞壞 那我就不讓你講出去啊 可是情況下就是他被放鋪去過 他為什麼不能被放鋪去 那另外沒有 寧方把這個案例亂詮釋 寧方是在說他假釋出來 還要再犯案 然後之後再去庭上 他才說我還要再殺人 不是,為什麼 一開始假釋之後他就這樣 我可以第一天過預警 之後再殺人 我不能第二次批過預警 可是他在旁邊 他在庭上說我要再殺人 那這樣子怎麼會再被放鋪出去啊 那寧方會繼續要領住 先載著 現況下台灣的法律 就有一個三證條款 叫做你今天犯罪 然後你被抓起來很關了 那你今天犯行良好 你被假釋出來啊 那你如果假釋出來 又再犯罪 然後又是那種重大犯罪的話 其實你就沒有再 你就不會再有假釋機會了喔 現況下的法條是長這樣子 那這也就是寧方為什麼 沒有辦法認出他 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事情是寧方還是放他出來的一次 還是會殺人啊 不是 我方問 不是我方今天問真的不夠指示 他你可以 這樣想有辦法都有假釋自己在殺人的可能性 沒關係 我先確認到這邊 第一個他有 他被假釋出來的可能性多高 寧方四十次都沒有證 再來 再假釋 多少假釋有 對他沒有 再來他假釋出來到底又犯了是什麼案 寧方一樣沒有證 先確認到這邊 寧方犯了什麼案 寧方的症案 從頭到尾都沒有一個資料 告訴我們之後 這染的 寧方也沒有 寧方就堅信沒有 OK OK 那再往下看 寧方現在的論點只剩下為何力 寧方 寧方還說因為我有栽培 寧方是為何力根本就沒有 那剩下最後的硬報 寧方要怎麼看說 其實有部分 其實大多數家屬 寧幫 寧方現在是 冥想三分鐘後 又裁刀先行別變 對 多好 那我們就從左到右獎 對 先從右獎 我們還到三個那個三場的優勝獎金 對 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要來會裁判永遠 醫院有更快的 扣子就沒回來 那我等下說 遠道而來 在麻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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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步 外esus 西歐 緊張 夾 在麻糬 在麻糬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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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